一名李小姐日前到台北市内湖的知名连锁火锅店用餐 当时店内的饮料机疑似故障 糖浆流到了地上 店家没有设警告标示害她摔伤 韧带断裂 李小姐表示不只是因此无法工作行动不便 还得搬回南部的老家疗养 她气得向业者求偿40万 对方只愿意支付15万元 不过店家也提出了解释 来到棒球场跟着拉拉队帮喜欢的球队加油应援 李小姐平时就喜欢跳舞 没想到日前跟同事吃火锅意外摔伤 现在指控业者事后没道歉态度还很差 来到现场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道歉 然后直接就跟我们讲说他们只能赔偿10万 男友替他抱怨说李小姐今年2月跟同事到台北市内湖 一间知名连锁火锅店用餐 店内疑似因为饮料机故障 导致饮料糖浆流到地上 没有清理又没放警告标志 害李小姐重摔倒地 直到就医更发现韧带断裂 影响生活无法工作 被迫从台北搬回南部老家 事后气得拿单据 向业者要求偿40万元 没想到对方只愿意赔15万 你是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然后旗下有这么多的品牌 然后为什么这种事情的处理的方式 跟态度上面是这么的差劲 一句道歉都没有 一直在处处刁难我们 通病业者不闻不问 甚至调解过程没有一句道歉 不过业者也喊冤 强调都有表达关心慰问 赔偿10万元是保险公司 核定的理赔金额 就是希望能和解总公司 才承诺提高到15万 开开心心吃饭用餐 却因为地面污渍意外摔伤 现在双方赔偿谈不拢 恐怕只能透过法律途径 让彼此继续好好谈 接着综合报道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